一段七天被雷劈中了两次 梦幻新狗托诞生 八件武器两件一百五十无级别 9月1号鉴定了一把无级别刀 9月8号鉴定了一个无级别碎甲 加44D 还带了一个坚固 这把武器壳太吓人了兄弟们 这个坚固啊要是换一个别的特效啊 逆天的三栏字的无级别 我跟你讲逆天的三栏字不是无级别都很少数 太少数了 因为它不是装备套装那种 武器的话它是不带点化功能的 你说它运气好吧 它出了俩无级别 但是你说它运气不好吧 它这个无级别特技吧是个碎甲 要是破甲那又是一个概念 它不是一周两个无级别 它关键的没鉴定几码 换成简易或者精致呢 有无级别没有简易 有无级别精致等于浪费 坚固的话确实不会有啥太大的作用 因为也不会有人拿去修 这个刀应该是在20左右 这个武器上限会比较高 毕竟多一个特技嘛 就跟那个无级别气贵腰带一样 它多个特技肯定不是加一点点钱那么简单的 它毕竟是无级别的特技 放身上也好看 兄弟们 它一周能鉴定出两个无级别 你这都意味着什么吗 我想听听你们专业的分析 一周之内鉴定两个无级别 在2024年的5月20号以后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我告诉你们是啥问题 就是现在的150的鉴定 每个月是有固定的鉴定值的 它不可能一天 或者是一个月之内鉴定几十把 也就是一定是几把出的 老板你听懂了吗 你是几把出的 这句话是我替兄弟们骂你一下 他们刚才说我要赶上你的号 就要干我 看一下这个叫鉴定值 王哥我天天看你直播 我是你粉丝 谢谢 意味着月出出级别 看一下鉴定值 好像一天是五把150 鉴定值 每个玩家角色 每个月最多可以消耗300个鉴定值 150武器的话 一个月能鉴定30把 也就是他在30把之内 出了两把不级别 都是150的 真他妈让人生气 这个东西假不了 这个东西假不了 在一个号上同时出现了两个不级别 而且下面还有时间标注 再加上这个鉴定值 他不是说什么无限火力 调了护字要对对和grade is good 1000万 现在网易已经公布了 无级别的鉴定几率是5000分之一 强化打倒是5000分之一 他在用20次的机会 用20次以内的机会 他说不是20次 同一个号买的书帖 另外一个号打造 打造4000的熟练度 同一个号打造 他用了8次的机会 触发了两次5000分之一 相当于一个人 一周之内 一辈子被得批中了两次 王总待会测完了 我这有个暴力资源 今天还剩16个双倍师们 现在要个油龙剑 我身上只有5万 你想给我想想办法 当你看到一个喜欢的女孩的时候 你不要只想着如何去占有她 你应该想想孩子的纸尿裤 孩子的奶粉 二胎怎么办 生俩男孩买两套房子怎么办 孩子找不到对象怎么办 你快点把号给我下了 就是想骗你钱 什么双倍呀 那羊毛都出在羊身上 要不我给你张图你自己挖呀 我不给你买图 你自己也能打 打图会吧 我告诉你 你只需要买一个长安的合成旗 到长安的酒店门口 在店小二去领取任务 有机会获得宝图 宝图有机会得还 还装里面有机会得游龙剑 有了游龙剑就继续能做失门了 你要是打不过图 我能帮你 你要是被图干死了 我买个号送你 看看从我要东西的人 是不是大唐啊 老王我要画面 谢谢你喊我名字啊 炸暖海炸 炸暖海寒 红鲤鱼 绿鲤鱼鱼 东边来了个喇叭 西边来了个塔嘛 兄弟们等啥呢 等啥呢 我等时长呢 你等啥呢